累了就用沉默代替一切 我不会问 不会提 难过了 心痛了就一个人不停地走 用沉默代替一切 我不会哭 不会笑 累了我就会消失一下 我知道每条路都好难走 我知道我的那条路就注定要坎坷 我知道我不可以去强求任何人 生肖羊与生肖蛇从十月起 生肖羊和生肖蛇的运势 表现好的地方主要有因为金鱼贵人的入命 利于事业工作职场方面的发展 有贵人帮助 能够得到赏识和提拔 有生殖加薪之望 这两大生肖朋友会行大财运 财新高照 尤其是意外横财 少就几千 多就上万 都可能使鼠羊与鼠蛇朋友一夜致富 富贵满满 鼠羊与鼠蛇朋友财运上都是顺顺利利 多财路 是个钱财进账的好吉日 虽有时阻碍 但都不是问题 一切都会称心如意 感情方面也如意安稳 与另一半感情和美 夫妻恩爱 家庭事业都幸福 至于健康都无大碍 身心安康 如果能多做运动更好 生肖兔与生肖猴这两大生肖在这崭新的月份 命理中急心入命 整体运势上多朋友相助相服 家宅和谐安康 事业上多的商业资讯及合作知识的财源风营之运 运逢财富新入住命工 财运成大吉项 大吉大利 钱财不绝 财运大涨 除了利于投资合作求财知识 偏财也是偏旺 大财小财都难逃手掌 属羊与属猴的朋友必定是财气旺盛 等着中大财赢大钱 另外感情和顺 夫妻恩爱 至于健康 可能忙于数钱 势力疲劳 多加休息吧 生肖虎与生肖马 熟虎与熟马的朋友 运势大大提升 得到关心助运 扶正辟邪 犯小人是非之事将烟消云散 从而形成运势大旺 官贵财新 这两大生肖 正气待旺运势 好运迁来财运 熟虎与熟马朋友延续财气 天生可说是钱财不绝 中奖机会很高 裤带总是满满的 财是旺财旺乡 要过富裕日子并不难 进入了这旺财十月 这两大生肖运势会有所提升 无论财运或事业 都能为自己带来钱财上的收益 正财可得 偏财义求 至于事业与家庭都顺顺利利 富贵安康 福禄财受洗 每天跟着您有佛祖庇佑 一切顺利财运亨通 家宅平安 财神向你笑着点点头 富贵荣华跟你走 迎祥纳福 财远广进 今年一定不必为钱筹见佛祖 佛光普照 这代表您已接受 这佛祖祝福上榜的生效 运势吉祥如意 财运大富大贵 家宅兴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